那你知不知道它的形成的过程 你有可能接近它吗 我告诉你在十公里外 你都会感觉滚烫 那温度有多热 那叫水深火热 它当时形成的那个现场 绝对是惨不忍睹 用现在的意识形态来看 可是今天假如把它拍成电影 那就非常壮观了 因为它产生很多宝石 你花了一辈子的精力赚的钱 就是搞这些宝石玩的 那你想想看 你说它形成的那个时代是不是很恐怖 那现在来看它又很美 到底是恐怖还是美 那是你的意识形态在作祟 不管当时也好现在也好 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它的本身是什么 它只是存在而已啊 所以从那个时候看是存在 从原况看也是存在 从现在来看也是存在 将来九二一又把它打破了 它破的状况也是存在嘛 它只是存在而已 从存在看存在来讲平等平等 没有什么好物啊 可是你的意识形态你就去分别它 你知道吗 这个分别啊就是生命门了 你不分别啊它就真如门嘛 关键就在这里 那我们能不能入到那个不分别的那个位置上面去 那个时候进到不分别的位置的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那个刹那那叫本体 那叫本体 你从生命门来看一定是起向 从体起向才有种种的作用 那我们从向上来看啊 要抓住它的作用 这个就是修行的要领 从向上的变化 生命的变化 发现它的作用以后 回到它的本体来 这个就是修行的要领 今天各位怎么用功 你能够回到这个地方啊 那你就修行成功了 那你看到本体的时候叫正德嘛 什么见到菩萨 什么见到光 那都没有用 见到本体才见到佛 见到本体就完全不算 那都是啊 你大脑的思维作用 我们休息一下 再跟各位再说明 好 我们刚才提到啊 这个一心生二门的这个部分 我们来做个简单的结论 这个我们也不详细地说啊 只是跟大家讲啊 有一个真如 有一个生命 真如啊 那又叫做真心 那么生命呢 我们就叫谁缘 那各位要知道 有些地方要谁缘啊 那那个地方啊 就是世间法要谁缘 那么本体的部分啊 真心是不谁缘的 它是本来如此 你要把它消灭也不可能 所以这个部分要弄清楚 所以我们这样讲回来 真如也好 真心也好 我们叫做心性是一 它不变 因为这个部分啊 在实性位里头啊 首先就辨证这个东西 那心性是一 为什么万法变化呢 那万法是生妹们 不要混在一起啊 生妹们啊 那就要从八四来看 所以呢 八四啊 是怎么讲啊 我们不管啊 这个我们只是简略的介绍 八四有三项 叫转项 夜项 跟真项 那么有人说八四是真如来藏 八四也是真如 那是什么 那就八四的真项来看的 那所以从八四来看的话 因为有生妹 所以有转项 因为转啊 你有苦啊 有种种苦乐报 所以叫夜项 那么事实上它的背后啊 再回过头来 还是真项 这个部分我们不详细跟各位讲 我们只是跟各位提一下 因为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存在 我们要跟各位谈的是 世间一切学问所研究的 都是生妹们这边的事 都是生妹们这边的事 佛陀之所以伟大 他就发现了真如门的这个东西 所有的宗教啊 都没有办法触及真如这个部分 他只能够把它归纳成啊 有一个统一体 或者主宰者 或者是创造者 或者原始啊 到最后有一个东西 不管你把它叫做上帝 叫做无极 叫做老母 叫做什么 玄天上帝 那都无所谓 都无所谓 现在问题是 你假如知道它是真如的话 怎么回到真如这边来 以及真如怎么起作用 它是一个状况 它不是一个死的东西 那这一点呢 没有人能解释 只有佛法 他告诉你啊 真如是不变的 但是呢 谁缘呢 它可以起相 起作用 那我们才看到这世间多美丽 你要看这一点啊 心性是一啊 但是无我 这个时候你就看到 人生的伟大 人生的寻难 芬芳 就是因为无我 世界的美妙 就是因为无常 你要从这个生命门上看 它的无常无我 是相对于真如来讲的 那真如是不变的 所以无常呢 你就会发现啊 它真的是永远永远 全世界啊 全宇宙啊 通通都是无常啊 只有一个例外啊 能够永恒的那个东西啊 它的名字也叫做无常 你知道吗 你不用以为有例外 唯一的例外就是无常 只有无常啊 是永恒的 所以世间一切万法 统统叫做无常 那这无常是从哪里来 是相对于真如来的 相对于真如 所以真如的作用就是无常 真如的 无常的本体就是真如嘛 你留意到这一点 这个部分是佛法 它的殊胜处 那我们现在开始就要跟各位谈 实性位的问题啦 实性啊 也同样的有这些东西 我们先来看看 在这个之前呢 有一个我们把这四个先跟各位谈一下 再讲实性位的刑法 这是一个通称的 首先去看实性实柱实行实回向的这个大刚灵 给各位做个参考 实性是修信乐大圣行 出残体不信脏 这个部分 从第一个开始 修信乐大圣行 不要太大这样就看到了 那我们简单的把古人所讲的话 再讲一遍啦 这是把统计出来给各位看 那实柱位是修什么 修解剥弱行 实柱啊 本身这个柱的意思就是解的意思 除外道我执张 剥弱讲性空 所以不执着 实行是修三面行 除声闻位苦张 在修什么做什么 实回向修大悲行 修独觉 舍大悲仗 这个四个部分 是我们通常讲从 加行位来看 或者从见道位来看 休息位的立场 就是前行之良道来看 我们可以这样子划分 可以这样划分 但是这个部分有没有必要这样划分 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太在意 没有必要太在意 现在我们来跟各位看实性 好 实性的修法 最主要我们把实性会相关的资料 分成四个部分来跟各位谈 就是叫做庙会众行 实性有十个菩萨 第一个就是文殊师弟菩萨 这个我们叫庙会 那么后面呢 他有九个菩萨 叫做勤守菩萨 财守菩萨 觉守菩萨 治守菩萨 法守菩萨 保守菩萨 德守菩萨 牧守菩萨 跟弦守菩萨 这个叫做行法的部分 以这个为主 所以叫重行 那统称啊 庙会重行 这个资料啊 各位要用功的话自己查 不用功你就赶快抄 那么实性最主要是讲十个信心 十个信心分两组啊 这个第一组啊 叫信净念定会 是从五根五立那边啊 再进一阶来的 五根 五根就是信净念定会啊 它加强以后啊 就变做五立 五种能力 这五种能力 变成生命因素啊 就是五心 就是信心 进心 念心 定心 会心 这个后面啊 我们再加五个 再加五个 那就是不退心 戒心 护法心 愿心 回向心 这个都是啊 那个菩萨所代表的意义 跳一下 不要睡着了 好 只要人家要操才能操啊 所以用菩萨来做代表 这个每一个心里面啊 大概还有十个条件 那我们就不详细的跟各位讲了 要修到这个地方 我们再来说了 现在要讲的是 这十个心所代表的 你要去做的事情是从哪边来 信心啊 能够产生啊 就是要你去做的事啊 就是亲近善友 你对善友有没有信心 这个很重要 善友有它所代表的法 那你在这边有没有信心 这个是很需要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常讲千里求名师啊 万里求口诀啊 千里求名师啊 那你是怎么求的 最好在我家隔壁 对不对 现在不是隔壁啊 现在善友都到你家客厅里面去了 你都没有时间看电视 那不是没善友 善友太多了 所以现在啊 佛法对你来讲都是杂讯 一大堆的杂讯在干扰 你不知道要听哪个好 这样的修学啊 是没有信心的 你自己要去能够选择 所以我们常跟各位讲 要原念道场 原念善知识 原念法门 那你没有法门啊 你就没有善友 你不要以为自己修 自己修大概都会破功 都会破功 因为你不知道药灵在哪里 静心就精进 这个琴就是精进的意思 要供养诸佛 这供养诸佛啊 我想附带跟各位提一下 这都附带啊 那详细讲啊 没时间啊 一个佛地址啊 对于佛教相关的 相关的 相关的 圣物 圣物知道吗 一定要起啊 恭敬心 圣物啊 圣物知道什么吗 那圣地是圣物啊 圣地是圣物啊 除了这些以外 还有什么 相关的佛菩萨 你都要有绝对的恭敬心 除了这些以外啊 比如我们看的香炉 宫殿 道场 等等 这些都是啊 所谓的圣物 所以我们 跟各位讲说 供养佛菩萨的东西 你都会选择最好的 你不要蛋糕咬一口以后 对 这个要供佛 你要咬之前要先供佛 然后再吃 要怎么供呢 你摆上去 给佛看一下 佛不会真的跟你咬一口 你摆上去要点个香 拜三拜 自己再吃嘛 而且喝水也是一样 你不要佛用的杯子 你就自己往嘴里灌 放个杯子 这个是一种什么 一种虔诚的恭敬心 那么我们看到在外面 有一些香炉啦 香啊 这些供的灯啊 台座等等啊 都要有恭敬心 当你听到人家在唱念佛菩萨圣号的时候 那你的恭敬心要怎么表达呢 恭敬心在心里 你说我有恭敬啊 不是 当我们听到有人在唱颂佛菩萨圣号的时候 那就要合掌 要合掌 要表示恭敬 你不要说我心里恭敬就好了嘛 那不行 要有向上表达 所以向上表达一定要有 你说三宝我绝对恭敬 绝对恭敬要怎么表达 你就要供养 就要供养 这是一个基本条件 你说一定要吗 当然不一定要 不过最好你是一定要 因为你做得到 你要是真做不到 那无所谓 那就真的做不到 那我们当然以恭敬心为主 可是你做得到 你不表达 那不能够说 为什么要那么现实 一定要供养才算 不是 这个是你在至少有形的地方 一定要做得到 要做得到 这个琴就是指精进的意思 柴手就是念心 一听到柴 这都精心来 休息善根 有善根 那你就有富贵 你要记得 第四个就是 绝守有定心 定心要你自求圣伐 你把这个一点一点 因为我们这个打 这个可能打不下去 他把两个并在一起 应该是要分开 自守是会心 心肠柔和 叫智慧 法手是不退心 招苦能忍 叫不退 你这个两个要对的看 保守叫戒心 所以你看戒就是保 你有没有持戒 戒我们跟各位讲 你不要只看戒 戒就是制度 管理组织 章程 有没有 经营 这个就是戒 古代的戒就是不吃 不是不吃 不吃就死了 就 这个不杀不到 不饮不忘于 不饮酒叫做戒 当然那是戒 你要知道 戒条的作用 就是一个制度 一种管理 你看看这是不是经营管理的问题 对不对 就是组织经营的问题 所以戒律本身 古代的话叫戒律 现在就是经营管理 组织制度的问题 那你从这一个地方看 所以这个戒叫做保 好吗 那你有了这种制度 才能叫慈悲深厚啊 你说 我们佛法都不讲世俗话 不商业话 不器业话 那你死了就完蛋了 所以佛陀交代很清楚说 有戒律的 他死了以后啊 他当然不会 我们这样讲太粗鲁了 他入灭以后啊 缘吉以后啊 那佛法能住世间 为什么 佛入灭以后 有戒律的话 佛法能住世间 就是他有制度有管理嘛 对不对 那没有戒律的佛 像是释迦牟尼佛有戒律 阿弥陀佛就没戒律啊 他没戒律啊 所以你看看 所有的经典讲到阿弥陀佛一入灭啊 他的世界就不见了 他的法就灭了 就换观世音菩萨的世界 你知道吗 所以戒就是 所知制度经营管理 好我这样讲的时候 朱山长老 鸡毛 鸡毛 鸡毛皮都押起来 那你要去看他的真实意 所以让佛法住世间 你看当时智慧第一的摄立佛 就要求释迦牟尼佛说赶快自戒 为什么要自己去 定定制度啊 知道吗 现在我们在佛教界真的是头昏脑脏 一讲到定制度 大家都说那么现实 佛法不是讲一切谁缘嘛 那就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 德手 德 有没有 大德 诸位大德 诸位互乏 所以你看互乏 互乏 有互乏就有德 不互乏就没德 在哪里呢 身心平等 你这三个要并着看 三个要并着看 目守就是愿 愿就像我们眼睛一样 有没有 爱乐大圣 这个里面意义都很广 我们只是提一下 给各位做参考 弦守啊 就是回向 弦啊 回向 求佛智慧 你看一个一个啊 你这个把它整理一下 对照一下 你就看得很清楚 我们再看回来 十种是圣身意 这是 法眼传统思想里头啊 所讲的 十个基本教义 第一个文书讲信心啊 清净善游啊 叫正教圣身 你这样四个并着看 诶 味道又不同了 清净善游才有正教啊 正确的教法 完整的教法 这个教法里头啊 它包括经 包括论 包括刑法 包括教学法 包括教学法 教学啊 是个很麻烦的东西 教学是世间法 各位要弄清楚 昨天我们跟那个 艺术学院的院长谈到 呼麦这个东西啊 呼麦啊 是我们以前叫唐奴乌两海啊 现在叫什么 什么 什么土瓦共和国啊 这个 这个地方的一个民族 只有几万人吧 大概不会几十万人 人口不多 这个民族啊 他们会唱歌 呼麦这种 这种歌曲的唱法 他的音频高音到四千两百 我们通常是三百 大概张立民大概四五百 你看四千二有多高 那我们唱到四千二 大概像刚才那个 麦克风转太大声 踢踢踢踢踢踢 我们最低是一百 你听到那些世界 男歌星在唱那个 南低音的 那大概 大概是七八十 人类最低 那土瓦共和国这边 唱最低是五十 我们一般唱的低音啊 南低音一般是唱一百 你看看这样的情况 那他是这样讲 那些土瓦人到我们台湾来啊 他只会表演给你看 他不会教 他不会教 大概各位也知道这种情况 他不会教 那么现在这种东西 西方的一些声乐家 很有兴趣 学了以后啊 他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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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叫做 正教圣神义啊 不但要会 而且要会教 这不容易 阿罗汉会 会他不会教啊 你叫他教 他就好坐下来 自信一处 不打妄想 你坐下来 你坐下来 高阶天 跟身无空就打起来了 怎么搞的啊 他这样 你说那要怎么不打妄想 他就不要打妄想就好了 有没有 要怎么不打妄想呢 他没有办法教你 因为他就是不打妄想啊 那你呢 你说要怎么不打妄想 他说你就坐着嘛 就自信一处就不打妄想嘛 有啊 听到一心不乱 你问他要怎么一心不乱 他就说不要打妄想 你回去念一个礼拜来 问他说怎么不打妄想 他自信一处 不是自信一处 一心不乱 他没有办法教你说 怎么不打妄想 他没有办法教 但是他会告诉你 念佛很好很好 快死快去 死了就一定去 他就会叫你说 你念佛很好 念到一心不乱 你问他怎么一心不乱 他就不打妄想 你问他怎么不打妄想 他就一心不乱 那就是这样子啊 他不会教 他不会教你 所以教学法 教学法是一个中派成立的一个基础 假如没有教学法 那中派不会成立 古代也不叫教学法 现在就叫教学法嘛 教学法里头包括教学体制 所以天台跟法源有教学法 天台叫画仪画法嘛 那现在就教学制度嘛 跟教学内容嘛 有没有 那用现在话讲就清楚了 你讲画法是教 画仪是教 就练了老半天 你大概只记得帐通北远 其他都不懂 那 那 法源教五教 小使中等元 你也知道 教学整个体系是什么 大概很少人能够了解 那我们要讲的就是 这个教学系统 整个教学内容 教学制度 师资 资格 条件 标准 管理办法 统统要出来 这个就是正教圣圣义 当然它有经典 有理论 有刑法 甚至是教你怎么修的这个方法 所以赤地有 圆融有 究竟有 初阶有 有阴像果 有果像阴 整个这一套 这个叫正教圣圣 这个就麻烦了 不讲那么多 只讲佛法是什么 还妈妈夫夫 反正一心生奥门 心真如门 加心生奥门